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特立此剧 他在卫文表示这戒剧位 爱心学罗王亲笔借下是个至今只害了500万元 加入浩门真是文黑 现在足踪18代都被汇谤无语 难怪染贩卖的价亲就熟 活力全开反击张来一家连日来的公鸡 除了亲笔截据意外 大S同时也在矮纸上公开银行账户明细 表明虽然是新觉罗网易指王小飞挑选的 但实际上是他卖单文莫还不忘小算张蓝心疼 生思力解卖酸辣粉的贝尔康 明细上可见2016年从他账户出去的购房相关款项 包括多笔交物款 放贷货现等 总金额高达2亿元 此文一出 不少网友都在下方打算早 该这样晒证据 高下利剑 衰起到不行 好扛地名 张蓝晚间正在直播卖被子 针对大S晒出的证据 网友纷纷用入留言拦截 截据来了 所以签唤清了吗 烂截出射了 原本还有线躺在床上 画手机的他 这才察觉事情不 对一旁主持人试图阻止 不值得恢复 遭他怒气反问为什么不值得恢复 有关于原品的问题 并成借款18年已经唤清 此外 张蓝还在镜头签马大S市 死鸭子最赢 虽念到该还就 嗨 房子该搬就搬等等 彼此互动再次掀起关注 网友纷纷表示证据呢 说唤清就唤清了 爱心者罗兰 有本事唤清记录发出来 倒是把证据摆出来给大伙看看 王晓菲三日在微博上抛轰大S争眼说瞎话 表示自己买房时在台没有账户 卖化的钱都会到大S账户后支出头七款 一款而已多元 后来饭点在台湾有银行账户后 就都由饭店账户支付 后来饭点刚开业时 资金一下字亚 不过来 一时难以从大陆会大笔款项 于是请大S出售帮忙 结果就被要求携截据 给你北家那么多东西 我让你携过任何东西 并呈双方歇议离婚时 四亿的房子 归女房 大S跟她说钱不用还了 后来又出尔番二 望小飞表示 由于还不出这么多外汇 于是酒买了一幅画 卖得的500万元台币 就先会给大S 预计后续会慢慢还玩 当时律师都在 大家都能作证 你要脸吗 并预告 接下来会将相关证据异议公开 在大S发文目队潜伏王小飞的时候 王小飞的评论区 网友留言大多都是谩骂和超风 家号门 染泛男之类的留言充斥在评论区 王小飞微博发文 徐希元 你今天睁眼说瞎话 咱们买的那个房子时 我在台湾都没有账户 我卖了话都会到你用封银行 首付交了两个多亿 后来酒店有了账户 就从酒店付的房贷 当时酒店开业差点 而资金 从大陆汇不来钱 你以为汇款 那么容易吗 我让你帮我度过一下 当时又买放酒店又在装修 同时进行 你让我写的借条 我什么时候给你北家那么多东西 我让你写过任何东西 离婚的时候你自己说的这个钱 不用害了 因为四亿那个房子给你了 但是离婚后你又出尔番二 我同意给你 我还不出那么多外汇 所以卖了衣服 化价值五百万台币 我就先还了你五百万 剩余的后续慢慢还完 当时律师都家都能作证 你要脸吗 等会儿会把这些资料意义公开 舒适舒肥 大家在看完两者的发文后 自然在心中就有了一个结果 仅此一早 双方之后还能晒出什么证据 能不能让事态再度翻转了 王小飞妈妈张兰 今日炮货能烈 几乎天天在直播间 犀利发言 今又在直播中谈论起钱 媳妇大爺 气呼呼地表示 受到来自大爺斯方寄出的两风律师汉 还截连指称他当初 帮王小飞买的婚房 被爺斯马专售买了几亿元 以及戴驴帽自暗制女生别 给别人戴驴帽 张兰今日在直播间卖货时 再度叹起 倩西夫大爺斯 致称自己当初给儿子 望小飞买的婚房 被爺斯马卖了几亿元 后来为了给儿女居住才又买第二套房 此外 他表示自己想和孙子孙女讲视讯电话 却守到大爺斯方寄来的两风律师汉 直说给我们羞辱 成什么样了 他也戴起了帽子一有所 指着说女孩子喜欢可以自己戴 千万别给别人戴 张兰在直播间对大爺斯一家人的炮轰 至今未断过 有时卖一卖自家商品就会开始表吗 今日他提起王小飞去大爺斯付的高额点费 爆料其实是须家人一家的店 全都接到大爺斯家 才会通通都算 在王小飞头上 不过这个说法反 被大陆网友封刺 这有点车了 几个不同地方能接在一起 不同的住址 不同的社区 你家能把电表接在一起 事实上 张兰和王小飞 因为此次不断在直播中爆料 带动自家产品销售额 直播卖出1万多项酸辣粉 3万多袋小黄鱼 餐饮品牌 趁话题热度快直播 11月21日当天从下午3点持续到凌晨3点 超过117万网友观看 成交金额超过100万人民币 约台币442万元 相较于前一天成交金额10万人民币 约台币45万元 一口气表张了是杯 居君也近日被川早在2018年就和大S的资字见面吃饭 他澄清对方是自己多年的台湾粉丝 也于2日在社群平台晒出大S字 和该粉丝的郑连照做对比 又气游无奈地 说怎么有办法一直扯说 这两人是同一个人 因为没有办法 只能将郑连照放上来 对于露出两位的脸 我感到很抱歉 最后用英文及汉文写上了 停止造药 骗子们 以上就是本期要与大家所说的内容 如果对于这期内容有什么看法的话 可以在评论下方说出自己的理解 我们下期再见